標題目 我是樓青玄, 我是趙樹王老師的學生, 屬於令蘭馬派的第三代。 《領南畫派》主要創始人是高劍虎、高麒豐、陳樹仁、領南三傑 都是跟居簾學畫的 在居簾學了很多傳統技法 像藏水藏粉那類 然後又去日本留學 當時日本正是明治維新的時候 所以日本的畫壇結合了一些西方技法 其實日本的畫都屬於我們當時宋縣畫傳進去 他們很注重宣言、蒙龍派 高一騰學園回來後就提倡這個折衷 他們覺得我們國畫應該要有一個新的面目 折衷中、中、外、融迴古今 所以就逐步形成一個以廣東一帶 就是屬於領南的畫家群組 所以後來就簡稱領南畫派 教老師對我的影響真的很大 我從小也是很喜歡畫畫的 因為我有一個同學 他在家裡收藏了一批 教老師當年在湛江 抗智時期留在那裡的一批很優秀的作品 我很有魂就可以跟這個同學借了這批畫給林沃 因為這批畫 導致我達入了領南畫派的大門 打落了一定的基礎 在逃生年代後期我就落到香港 一落到香港我就逼不及待 我掌門拜教老師當老師 第一次交功課教老師都非常欣賞 說我的畫畫畫得很好 同時就有得到老師的口愛 他時常有時畫一些很複雜的畫 比如那些老虎、猴子、鴨鴦、魚 很多時候他要分幾堂畫 他每一堂畫完都才讓我拿回去畫 我通常林沃老師的畫 就會一樓就樓幾張 同時我就一定會保持一張 那張就不會再繼續畫下去了 即是過一個階段的畫 所畫的東西 同時我會在旁邊有些紙色 為甚麼我要留回它 方便我日後可以 有些不是怎麼記得的 拿來看 或者拿來給學生看 對我有時教授的學生很有幫助 還有老師他真的很用心地去培育 提攜的學生 我八十年代中的時候 因為要過台灣發展 他就寫了好幾本推薦信給我 就是要我去拜會台灣畫壇的前輩 而且他很用心地提醒我 他說有時某某某某 就很喜歡批評人的 很喜歡罵人的 你千萬不要得罪他 所以他老師對我在台灣的發展 就是給我很大的幫助 領南畫派的特點就是 他叫做折忠東外融匯普金 另外就是他很提出寫生大自然取材 另外他所謂除雷腐彩 即是他的用色比較豐富 因為他吸收了西洋畫的容色技巧 還有光、立體、透視各方面 所以領南畫派的宗旨 是要提出雅獨共賞的 要大家都看下去很喜歡 可以圖化觀眾大家的心靈 教化群眾 在70年代我住在香港 因為香港是繁忙的社會 比較蛇屎心臨、迫窄 我很喜歡那些異語 因為覺得它很猶然自得 所以當時很喜歡畫異語的 到90年代我移居到加拿大之後 在加拿大的環境很開闊 天空很偉藍 有時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那些鷹在天空那裡飛翔 那些鷹 你看下去時移飛得很快 有時將那些畫牆時 又很自由自得 而且它停在石頭那裡 很有那些王者之風 我們一定要追求形準 即是造型的準確 通過這個形象 附入這個精神在裡面 就是我們寧南畫派很體倡的 耳墨造型 公寫兼備 我們有時寫得很精細 有時又很寫意 就變成能夠通過那些筆密技巧 去突出我們所畫的對象的精神面貌 寧南畫派其實都很著重筆密技巧 還有顏色的變化 有融合西方的透視 立體 光 明暗 所以它表現的技法 其實是很多之多彩的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鮮艷 鮮艷是我們寧南畫派的一大特色 還有所謂撞水撞粉 譬如它撞水 它可以增加畫面那種變化 那種層次撞粉 它在那個花板那裡撞粉下去 令那些花顯得更加嬌嚴欲敵 不過這個撞水撞粉 我們現在都要解釋一下 當年它們用很多繁紫 即是不化水的紫和那些卷 因為它不化水 就可以做到那種凍水的效果 現在我們多數用那些麻紫 拌粉 那種凍水的效果 就沒有那麼明顯 現在比較強調的是 鮮艷的 增加意境的變化 中文字幕的意見 我們正確實在為 對上 雖然決定 我們正確實在 生意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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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